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现在做的是潘怒使徒堂观念的第五集 寺院升国旗是同名状还是真爱国 国庆现在是长假 我在推上看到一些照片 和尚踢着正步 扛着国旗 搞得像天安门的仪仗队一样 很有仪式感 然后是排着长队 整整齐齐 全寺院的和尚 大师 方丈 沙弥 全都去参加升级仪式 仪式感很强 给我感觉到马上肾上先出标神 我差点就想回去了 来进行爱国主义再教育 我在这里要说的是 做一个宗教场所 他提倡这种爱国主义也好 提倡这种仪式感很强的这种 表演也行 行为艺术也好 我觉得都没有太多的必要 我们知道在这个中共国 它的各个宗教场所都要升国旗 都要贴国旗 都要贴领袖像 这个呢 是很多基督教社会是难以想象的 我举个例子吧 我参加了这个教堂 它是不会挂荷兰国旗的 它也不会去挂荷兰国王的像 也不会挂荷兰首相的像 它甚至连耶稣基督的像都没有 因为作为荷兰正宗的改革中 它是非常禁止在宗教场合的出现一些像 以防止出现偶像崇拜 那国旗是另一回事 但是它要证明的是 天上的国是没有国籍的 所以不需要用荷兰国旗来证明 这个改革中是属于荷兰王国的 它应该属于天上的神的教堂 我想这个是牧师告诉我们的 我们不属于任何的国籍 我们属于天上的国 至于这个中共的寺院 它肯定是跟中共这种体制有关的 首先它得归中国的佛教协会馆 然后还有各省的宗教局 各市的宗教局 还有宗教警察 所以呢 这个寺院是乖乖的听这个中共的话 这样它可以参加政治分赞 所以我们知道四学成 它是一个营生 它干了很多的这个建本的事情 它经营家族寺院 然后潜规则 它的学生 那些出家的女尼姑 那可是北大侵犯的研究生 别弄错了 不是一般的街上找过来的小姐 别弄错了 然后呢 搞了不少 还写了很多日记 他此人官办 中国 全国政协 副主 应该是委员 不是主席 委员和中国协教协会 这个会长 还有中国宗教局的副局长 反正官非常的大 你看全国政协委员是很大的官 你这么不急了 佛教协会会长也是这么不急 所以他是一个僧官 僧官 所以他能不爱国吗 当然要爱国了 因为党给他的东西太多了 钱数不过来 贪污2000万 6000万 很正常 女人也搞不过来 你看看多爽 这个和尚做的简直 连我都想去替都出家了 是吧 你想想看 那多舒服啊 你说他能不爱国吗 他不爱国他爱谁呢 他难道爱卢来佛 爱那些金生菩萨 那些梨雕菩萨 那不可能的 肯定爱国了 所以在四学成的主导下 天朝的所有的寺院都 逆起了旗丹 都生起了国旗 要以此向党国效忠 成立了党支部 学习习近平讲话的小组 甚至打出了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如来佛的这样的 令人诧异的这种标语 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因为这个 所有的东西都是党给的 党不给他快活 他快活不起来 是吧 所以呢 当四学生出问题之后呢 党还保他了 至少说没把他给搞死 还是给他弄得全身而退 这样一个淫贼呢 他居然在这个 河南这边也成立了这个寺院 龙泉大卑寺 我们这边有 还有善男善女也去 不过呢 那个寺院呢 都是尼姑 我觉得可能会好一点 会好一点 就给这边的这些 华裔的妇女们提供 一点宗教服务 指点迷津 至于指到哪里去 我早就讲过了 所以呢 我是这样认为的 和尚们排队去升国旗 去唱国歌 他是表示效忠的一种方式 另外他呢 因为在现在的 中共的汉传佛教体系里 应该汉传佛教跟中共分开 没有太多的联系 他本来就是 每朝每代都要去投靠权力 参加政治分赃的 这样一个货色 他的下作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你别以为这个寺院 可以提供什么佛门禁地 什么高僧修行 你想多了 你真的想多了 你应该知道 他的本质是什么 本质我在前面讲 这个佛教的时候 你讲过 他没有任何的 高级宗教的 所具备的那些东西 他不可能给你带来 所谓的精神上 或者思想上 灵魂上解脱了 他使你变得越来越困惑 是吧 他还让你多多的去功德 通过捐功德相来 实现你的功德 实现你的解脱 你觉得这样行吗 如果你觉得这样行的话 那真的有问题了 如果靠钱可以去买到 真正的信仰的话 那他不是信仰 所以我在这里认为 无论大小的寺院 他去走着正部排的队 去升国旗 他都是一种政治贤魅 他们要表现出 对党国的无穷的热爱 以至于在社会分赃的时候 能够搁更大的蛋糕 现在寺院开始上市了 从我老家的那个寺院开始 到全国各地的寺院 都是红红火火 香火不断 除了此之外 我们知道有一些名刹名士 他们的老板都是总经理 都是房长 开宝马开奔驰 娶多门媳妇 没弄错 像扬州大明寺 他可很有名 你想想看 坚珍东渡 就是从扬州大明寺出去的 全国知名的寺院 扬州市的佛教协会的总部 他们的方丈 娶两个老婆 还有无数个小三 应该小四了 而且他是重婚的 两个老婆都有结婚证 人家神通 对吧 你看看 两个老婆打去 打到一起去了 到大明寺去找这个 秃贼方丈 丈夫 方丈应该叫丈夫 你跟谁走 跟我走还是跟他走 跟这个贱人走还是跟我走 这个和尚最后没办法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到我这边来了 罪过罪过 你看看 装得很像 自己很清净 都是你们这些女人吧 我搞坏了 所以呢 我在这里要强调一个问题 就是 一则是佛教他必然会向权力献媚 因为他是一个很低很肉的东西 他不寄生他是活不下去的 但是只要你给他大发难透 他立马下去归舔了 这一点他跟奴家是没有区别的 那奴家至少还有一点假的什么 那个仁义理智性啊 什么玩意的 是吧 刚刚常常 三刚五常 均均沉沉 夫夫妻妻 还有点那个叫伦理学的内容 佛教什么都没有 是吧 天天就是那个 由樊宇翻过来的一个乱七八糟的经书 他自己都弄不懂 跟你云里雾里的解释 你能知道什么东西 但是你要知道 那些寺院修起来 他可是花大价钱的 对吧 他是严重消耗社会财富的 但他并不能带来社会的进步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所以在这里呢 我认为啊 这个 中国内地的各大寺院 他都是政府维稳的一个部门 他帮助政府维稳 你这个拆迁被拆了 这是你的命 你这个上坊也被上了 去寺院烧香吧 然后有青天大的要出现 或者你能见到黄堂 所以我看到那些北京访民 去钻习近平的车度 然后要获得上榜 要获得怎么样 我觉得 我觉得真的是蛮高效的 我觉得我活在中世纪 我看到这些情况 我觉得真的有意思 我非常同情他们 我不想去责怪他们 但我劝你 如果真的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遇到了欺压 我劝你信主 唯有基督耶稣 他可以提供你真正的宗教的一个信仰方面的解脱 他能提供你精神家园 提供你避难所 所以中国的寺院去升国旗 他归根节律是加爱国 而真爱的是钱 爱的是利 爱的是和尚的人多娶几个老婆 当然我不反对 离一股出嫁和和尚取气 我不反对 这个是符合人性的 我希望中国的佛教协会可以改一下它的规则 游戏规则不能这样玩 以其案例里大家都在搞 不如开放来搞 不要再搞这个潜规则 允许中国的和尚取气 允许中国的离一股出嫁 反正也要出嫁 反正也要去取气 你跟他取他去嫁不一样吗 你干嘛让他不过干净捷径的新生活呢 你干嘛非要让人家去做一辈子光棍呢 你这是违背自然法的 我在前面说过了 是吧 所以离一股和尚配起来是好事 解决内需了 对吧 工粮也地方交了 对吧 所以我觉得蛮好的 干嘛非要限制人家的这个天然的需求呢 所以这个是汉传佛教的问题 我并没觉得这个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羞耻的地方 什么佛门禁地 禁礼吗 没有什么禁地啊 都是脏了不能再脏了 他结婚之后反而变得干净了 你能理解啊 如果你能理解了 你就同意 真的 如果像汉传佛教要什么要走下去 那就让和尚跟离骨结婚 不要想那么太多 当然他现在红红火火 红红火火的原因是 中国社会大陆整体性堕落 符合佛教这样的 低级的垃圾的这种宗教类型 更多的去麻醉剂 更多的给你安慰 也适合他们捞钱 这跟中国大陆环境是离不开的 越好的东西在中国本土是越不受欢迎的 像义和团去杀传教士 他怎么不杀和尚啊 所以这个就是他需要 需要这种低级的宗教来提供一些 麻痹级 对于和尚都爱过 我从来没有这样认为过 和尚从来不爱过 和尚只爱钱 只爱女人 至于佛祖爱不爱 我认为也没爱 他们不会爱佛祖的 他唯一爱的就是利益 这就是中国佛教的一个根本的东西 他就是一个实用主义者的利益的东西 你想当和尚还很不容易啊 你要向师父献身献钱啊 所以我劝劝各位 那个教还是不要信 我这个是公开节目啊 我佛教主要放在这个 传统文化与社会转型的下部的前几集 就现在正在进的主干部分在讲佛教 因为今天我讲的是现象 没有讲佛经的问题 我下一集可能要讲心经 这个是体验学术水平的 心经是大锅垒经的一个核心的东西 但是这么经没有什么东西 我想在会员频道中给大家剖析一下 心经究竟讲的是什么东西 好的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使徒和观念 我们下期节目见 谢谢大家